越南的军装 所以决定了他们的军装设计成这样 气候确实是造成他们这样穿着的一个原因 不过男人这样穿着不奇怪 至于女人这样穿着上战场 确实不怎么样 国国是一个传统的古国 思想比较禁锢 直到现在 少部分人还存在着封建思想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 看到越南女兵穿着大裤衩就上战场了 自然是有些惊讶的 其实越南人这样做也是很有深意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战术 就是美人计 越南人在和我军交战的时候 越南女兵冲在前面 我军战士因为连香惜律 没有开枪射击 此时越南女兵又做出一个更加惊人的动作 就是在战场上 当着两军将士就直接跳起了唾衣舞 这是什么鬼 我军战士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 哪里见过这种阵势 看到越南女兵的动作 只能赶紧将头转向一边 而此时越南南兵就向我军战士开枪射击 我军战士完全成为越南人的火把子 1979年2月21日 我军在一个叫做横晒的小寨子和越南人爆发战斗 这里的地形较为复杂 多为悬崖峭壁 我军战士无法进行配合作战 只能各自为战 在这场战斗中 我军的一个战士不幸成为越军的俘虏 后来被我军战士救出来 据这名战士自己所说 他是被一群越南女兵俘虏 而这群女兵却是一群文艺兵 本来是要来这里进行为了演出的 但是他们还没有和守军取得联系 就被我军的炮火隔离 看到这里的战斗 这群女兵只能赶紧找地方躲藏 正好和我军这名受伤的战士躲在了一起 然后他们仗着人多将这名战士俘虏了 这名年轻的战士令这群女兵着迷 常年生活在女多难少 帝军营让这群女兵着迷于这名战士 就开始诱惑他 但这名战士内心坚定 抵住了诱惑 战场之上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会遇到 要说美人计 只服越南人 佩图均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相关场景 摘自网络与门无关 如有亲权请联系运营人员删除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